争取七年霸的先议员谢国荣是今天也举行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包括了国民党花联系党部主委张一华 先长许正位立委傅昆琪 还有多位的里长迪地方大佬都来站台力挺 肯定谢国荣他积极努力为花联市服务与建设 争取七年霸花联系第一选区先议候选人9号谢国荣 并且在国民党花联系党部主委张一华举行授旗仪式 来为谢国荣加油打气 好的现场要好的议员 让好的议员谢国荣顺利高票连任进入议会来服务 好不好 好 29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天空飘着细雨 但是现场支持者热情不减 现在许正位也站台强调 不会连线花联市建设五奉接轨 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的公共工程 我们的全民运动馆就是我们的温水游泳池的改建 一亿多的工程 以及我们的富佑基地 我想这四年来谢国荣议员在议会给正位非常多的鼓励以及指导 我们需要一个理性又有前瞻又有远见又有gas的议员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让他就像我们的千里远顺风儿一样 眼看四方看得高 看得眼看得到花联的未来 以及一起跟花联签政府过话 对付关企业肯定9号谢国荣的用心 共同与幸福合作 不化花联美好愿景 我们在场每一个人 一个人回去拉20票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场5万人哦 一个人拉20票是100万票 好不好 好 大家再回去拉票好不好 好 主字头的票一定要开出来好不好 好 主字头 明字头要满山片野的开出来好不好 好 好 国字头一样 每一个票箱都要有票好不好 好 所以大家告诉我们的好朋友 好邻居 好 大家都一定要帮谢国荣拉票 好不好 好 谢国荣 动赛 谢国荣 动赛 谢国荣 动赛 国荣国荣国荣 生产动赛 生产 花联4D选机先员候选9号协公表示 这次参选先员可以说是相当的艰困 恳请乡亲再次支持他继续为大家服务 以前的嘎味水沟的部分就是比较有臭味 然后现在加盖了以后 让日出乡线大道是花了6亿多在我们这个地方 让我们花联市啊 这个金山脚啊 把整个旧社区啊活露起来 都是啊 我们副县长跟习政会习县长大力推动 让我们 我当议演的时候全力的沟通 跟我们邻居沟通 带到我们县议会 那边也跟我们这个邻居好好的沟通 然后今天才有快要五年了 五年多了 现在把日出乡线大道初步的就是说 今年年底一定会完全的完工 然后部分的修改的部分也会部分的 包括这个排水系统 因为上一段的排水系统是比较不好 所以说这个陆细陆细啊也会改进 两届的代表 现在要选第七届的议演啊 要拜托各位乡亲们 要拜托大家 走到第九号谢国隆 因为也第九届了啦 吃得越老得越怕在外 吃得越怕 还好我们高将军来 帮我打打气 希望说这次 拜托各位 拜托乡亲们 要全力以赴 拜托各位 能好好的呼吸 谢国隆9号好不好 好 目前9号缺光表示 他历任了两届市民代表 六届的现议员公子 而这次恳请乡亲集中选票 全力支持他 继续为地方争取建设 让华尔斯成为首选的观光圣地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